太極拳哪一點非常厲害的推薦 比那些巴基肉鼠要高明的多 以後我可以你們展示一下啊 玩意內功能全都可以展示切磋啊 是不是 你看 都是三尾的啊 都是三尾的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雨菲 今天我特別請來了一位重量級嘉賓 來到本現場 為了他 我重金請他來 真的是重金 好貴啊 大概從去年9月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約他來現場 希望可以跟我一起合作拍影片 這一位人物就是人稱太極大師那一位 馬寶國 我們歡迎馬寶國 兵臨現場 什麼 你說馬寶國 為什麼在箱子裡面 欸各位 我真的沒有騙你們 馬寶國真的就在箱子裡面 我信我現在拆給你們看 太極俠閃電五連鞭 可動完成品 價格3900元 去年9月開始預購 以及半年後1月到貨 然後我等了快一年 6月底才拿到 好久喔 整體外盒彩灰色調 上頭印製的太極俠三個字 作為主軸 盒子的底部 還有印製一個太極圖案 打開來是我們的馬寶國 勉強可以站起來 換背面看一下 鞋子做得挺不錯的 腳可以彎曲 頭可以左右轉動 裡面還有附贈一個替換頭雕 戰損版本 個人覺得其實還可以再做得損一點 不夠損 後面髮量看起來挺濃密的 再來看一下還有什麼 裡頭還有不少的替換手 可以讓馬師傅做替換 袋子裡有五隻手 包含閃電五連邊的手勢都在裡頭 加在盒子裡的也有六個手 靠杯怎麼少一個 旁邊是一根長棍 國術裡頭有不少會用到兵器的套路 棍子的材質蠻硬的 不容易斷 幫馬師傅裝個武器 喔有沒有 擺個姿勢整個帥氣度加倍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 都凸顯混淵太極掌門人的實力是最強的 第一層泡棉拿起來 下面還有一層 裡頭有一把 哇!青龍刀耶! 而且還有點重量 把包裝拆開 刀的質感有做出來 後面這扣環也不錯 會鈴鈴鈴的 這袋裝的是馬掛 因為他當時上戰場時的戰袍 白色天使 打完立刻變天使 裡面還有個底盤 底盤上面的圖案是水墨方式呈現的太極圖 底部是黑色的 重量有點輕 前方刻了太極兩個字 反光的效果我覺得很好看 我們來看一下馬師傅的可動程度 整個馬寶國在設計上可以說是相當不錯 把玩程度上不算是非常的靈活 腳的可動可以前後左右走 膝關節可以正常彎 但是不能彎到底會斷 而髖關節可以打開 但是也不能到非常開 有一點受限 肩膀部分比較緊 但水平舉是沒有問題 手肘也可以彎曲改變角度 手部可以轉動 球型關節缺點 在更換上容易造成斷裂 建議有買馬師傅人偶的要注意一下 但應該只有我會買啦 呵呵 衣服跟褲子不建議脫下來 因為脫衣服真的很卡 把馬寶國的衣服拉起來看看 哇靠太壯了吧 這不知道是真的還假的 搞不好真實的馬寶國就是他媽這麼壯 嗯 褲子來看一下好了 可惜 裡面沒有還原 只是普通的球型關節 沒還原扣分 屁股做的倒是挺翹的 小腿肌肉有點大塊 我一直覺得他把馬寶國的腿做得有點太長啦 整體來說 三間九買馬師傅應該是值得啦 應該啦 頭雕刻畫上馬師傅的基本細節都有出來 但就是戰損版本不夠損 我覺得可以再更慘一點 會比較像 三千九在可動人偶的這個圈子裡面 好像是比較算沒那麼高啦 但是對於一般沒有在玩這個人 會覺得有點貴 就看你要不要花錢買這個太極拳的精華啦 我比較好奇的是 馬師傅本人有沒有收到授權的費用 還是說他不知道他的可動人偶已經上市了 而且在我手上玩 因為不知道擺哪裡 我們還是先讓馬師傅好好的休息 放回盒子裡面 好 今天跟馬師傅的合作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